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國人同胞 大家好 身為總統 我代表國家走向世界 無論是出訪友邦 過境美國 和國際友人交流 不只是行之有年 更是臺灣人民的共同期待 然而中國卻藉此發動軍事演習 造成臺灣海峽與區域的不穩定 這不是一個區域內大國的負責任態度 雖然中國的軍演告一段落 國軍和國安團隊 仍會持續堅守崗位捍衛國家 請各位國人放心 也請再一次為第一線堅守崗位 守護我們家園的國軍加油